专门培训跨文化长期宣教士的机构 Radius International 在台湾东南亚移工与新著名最密集的地区 台中东协广场附近 成立第一间以中文授课的分校 Radius Asia 对于正在培训跨文化语言的学员来说 是最棒的训练环境 The reason Radius International and Radius Asia came into existence was because we saw missionaries heading overseas and they weren't able to stay long-term they were only able to stay for sometimes one two years and then they came back sometimes their marriages had a lot of trouble sometimes their parenting had a lot of trouble so because of that we started Radius International and Radius International became a training ground to prepare people well for overseas 这个训练一个很核心的价值是 如果最终的目标是要在 不同的语言的族群里面 建立一间属于他们的教会 那我们宣教是到了当地 应该要有精通的语言跟文化的能力 能够直接的跟他们对话 整个家庭的宣教教宗 从美国到巴布亚牛吉内亚 如今成为长宣培训中心的负责人 成为恩夫妇盼望他们的经验 能帮助下个世代的华人 让宣教的路途可以走得更远 心理预备的程度不是一个模糊 就是要受苦这样子 另外一个是说知道会受苦 并不让受苦更容易 但是会让你受苦的时候不会慌 所以这个训练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向导 我们大概知道说 当我们要在未得证明当中建立教会 会要走什么样子的路 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可能需要什么样子的工具 我的梦想是 最后我们开始能够看到 有更多的见证 更多的故事出来 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我想我们也就是为什么要尾声 能够帮助下一代的宣教士 把我们学会的 把我们的错误 把我们累积下来的一些的经验跟智慧 能够传递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走的比我们更远 成为一个回应大使命的宣教士 成为牧师也分享了 他对传福音和宣教的观点 我会说传福音跟宣教是不一样的 台湾现在还有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有中文的圣经 我们有快五千间教会 我们有基督教的电台 一个人想要认识这个信仰 是已经能够认识的 不是宣教比较重要 但是这两个如果我们不区分的话 我们什么都混起来做 我们反而忘记了那些最需要的结局 福音的火炬代代相传 看望台湾能兴起更多年轻人 长期尾声与宣教 让世界的每个角落 都有新的故事发生